一個大城市 297萬人瞬間蒸發 熊手是來烏影去谷中的三納比 軍方派出傳奇戰士 你 潛入地零之後發現 居然是顛覆國家的大英姆 大家好我是林公子 三納比絕對是一款偉大的遊戲 破關之後我淚流滿面震撼不已 如果你反應有自信 這款遊戲務必要玩 主角是個疼女兒的好爸爸 常常一起玩隊長遊戲 就是加強一個任務 接著帥氣解決 某次遊戲後主角類的想躺下 結果女兒被炸彈崩掉了 非常突然非常震驚 你完全可以體會到主角的絕望與憤怒 從那天起復仇之鬼降臨了 我們一定要找到三納比 讓他付出代價 根據前同志的情報 敵人出現馬骨式 而且還讓297萬居民集體瞬間蒸發 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主角要做的事 就是救出情報人員金瑪莉 獲得三納比的資訊 但從行動的那一刻起 陰謀就開始運作了 本作絕對是偉大的遊戲 他的玩法太爽太特殊了 主角伸出鍋爪 進行擺蛋運動 玩得過熟練的話 跑圖就像飛蛇一樣 反正操作才爛 7張都過不去 我後期是玩到罵髒話 請大家斟酌自己的技術再買 戰鬥是本作的神乃之餅 鎖定就能順殺 觸覺快感十足 開發這遊戲的團隊絕對是天才 怎麼有辦法做出這麼優秀的作品 劇情演出更是細節做滿 雖然是像素人 但肢體動作超豐富 你很容易就沈浸在故事之中 好不容易叫到金瑪莉 發現他是頂級駭客 但腦袋少更精 講沒幾句 我們遭遇襲擊 逃亡大組長開始啦 本作主打一個筷子 關卡中常常有追擊者在後面砍 所以你都要瞬間決定勾手方向 立刻射馬上飛 接著下一個動作完全不能停下來 所以遇到大陸蟲受不了 請趕快退款 因為後面更變態 在我神乎奇蹟的操作後 兩個人來到安全的區域 沒想到情報人員金瑪莉居然說 因為城市被動亡 他什麼都不知道 想要自信的話 就要打敗剛剛的大乳蟲 取得他體內的黑盒子 這是一個大腹筆 頭目是巨型鋼鐵乳蟲 請大家務必要記得這件事 戰鬥開始了 這遊戲真的很酷 王的氣勢做足 壓不敢會讓人超緊張 打法不難 就是他伸出地面死會吐舌頭 勾手給他飄下去就好 講是這樣講 但他露頭時間蠻短的 必須事前跳到旁邊的人 才能最初打到 在熟悉之前 真的會被虐到翻桌 打贏之後誠心佩服 主角怎麼可以帥成這樣 只是沒想到 蠱蟲體內沒有黑盒子 而是馬骨集團的驚訝 這下更爽了 可以直接入侵內部設施了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臉孔 這不是馬 這遊戲會不會被告啊 入侵的過程中 城市居然發動自毀程序 發電廠就要引爆 現在留給主角人的時間不多了 他們必須快點衝上塔庭 才能阻止爆炸 然後又是爽快的過關環節 玩到這裡的朋友 應該都習慣操作了 這飛天吞地的感覺實在欲罷不能 拜託出個二代 我覺得首發之神 故事到這又給了線索 城市的人都消失了 但沒有留下移動的痕跡 這完全不合理啊 另外就是 城市的警備系統居然在打耗工人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故事可能不是 單純的潛入大作戰 但我們還來不及想 難度又向上拉一波 新的能力 可以直接讓勾手拉緊 貼到牆面 乍看很方便 其實是讓遊戲更變態 因為你要再瞬間完成 瞄準射擊拉伸三個動作 大腦真的會錯亂 按到手都快抽筋 比方說這個雙列車 不只要快速兩邊轉成 還要上面那拉下面再立刻勾牆 累積的設計一大堆 耍到玩家快要崩潰 突破蟲蟲難關 我們居然遇到正義女神 她是純說傭兵 金瑪麗崇拜靈雄 等等 不是說馬古斯都沒有人嗎 那重新在眼前的是什麼東西 事情越來越詭異的 繼續通過變態的公卡 你看這個電車 啟動之後要追著她跑 過快才能趕得上 難度之離譜 簡直讓人心寒 在車站休息時 我們進一步知道了 金瑪麗的往事 原來她是為了幫父親報仇 來到這裡 講著講著 她拿出了口情 要主角吹奏觀看 為什麼 現在不是要趕時間 怎麼還有空聽音樂 這遊戲的每個伏筆都很重要 一定要記住 反轉絕對大感動 走到包管飛行車的地方 正義女神居然打了過來 攻略方式也是不難 等她身邊的提燈亮了再打爆 成功三次之後 就能傷害到本體 第二階段會冒出許多噴聲 沒燈的直接砍 有燈的先打燈 不難啦 但如果沒找到規律 會被反擊到死而已 主角也開始覺得奇怪了 他們明明是機器 為什麼可以像人類一樣靈活 此時關鍵詞出現了 人格數據化 提示越來越多 你拆到了幾層了呢 因為飛天車都爆炸了 現在改做工廠電梯 遊戲裡 最恐怖的地方來了 不僅僅是機關狼而已 讓人超級受不了的就是配色 黑黑暗暗 再加上超級吵雜的音樂 抵抗力太炸的朋友可能直接突出來 確實啦 他把被追擊的壓迫展現得很好 但也讓玩家的眼睛耳朵超痛 表現手法太過頭了 過程中主角發現 可以遠端操縱好功能 讓他來幫忙解謎 關卡卻有更難度的倍增 必須很快的切換角色 打爆機關 再立刻回到原生 考驗智商也測試手術 不過天才真的玩不動這個遊戲 過關折龍的好處 就是讓你更加沉浸 被金馬力救的時候 真的鬆了一口氣 臨時阻罪了兩人 也因此更有默契的 為了徹底擺脫追擊我們的監視者 必須去切斷他的電源 工程大逃亡再開 抵達勝出後 故事的提示又來了 而且這次講得超級無敵明顯 金馬力居然被這主角說話 天才的他怎麼會犯罪 要關閉電源時 工程的AI對著主角說 172872功能 請說明不然就要開打 相信大家到這裡已經拆到七八成了 簡直太離奇太詭異 我們不是來找三納比的嗎 好功能又是什麼東西 頭部站是玩電郵G棒 在雷射公切到之前 跑到安全的地方 這段設計的很不錯 很刺激也很好玩 打贏後細節來了 主角問AI 為什麼要叫他好功能 沒想到資料卻被金馬力刪掉 這分明就是有鬼啊 只是遊戲安排的太緊湊 你正要懷疑的時候 恐怖的追擊戰又來了 不管了 先活下來再說 有問題等等再討論 這段真的超級超級難 時間很緊迫 操作又要求你全程無事物 我是氣到翻桌 就在周圍危急的時刻 飛車就也來了 才怪 根本就是陷入更大的危機 這段拉岩石打敵人 有夠突然的 還沒搞清楚怎麼操作 直接就難度拉滿 有夠變態的遊戲 終於我們抵達馬谷集團頂端 景色量心情也大好 那也該來跟金馬力算總賬 你到底隱瞞了什麼 此時金馬力的機器人壞掉了 主角講出關鍵的一句 那只是一下機器 假裝是人的機器 此後一出 金馬力直接說謊 這反應難不成 結合剛剛主角被AI叫做好功人 大家肯定都猜到了真相 只差最後對答案而已 接著我們會學會最後的技能 遊戲的難度也拉到了最高 我們可以空衝衝刺撞擊 把東西彈飛後 再抓住它一起飛 咦 那為什麼不直接飛過去就好 這個設計很天才 也很擺刺 反正就是要拉高你操作的複雜度 控制撞擊物的方向 再拉過去 真的搞死人 而本作最噁心頭目戰羽來了 因為金馬力說一定要搭火車 我們之後在上面迎擊轟炸機 這裡難大的點 在於攻擊太隨機了 要剛好 炸彈跟頭目在畫面裡 才有辦法打出傷害 在沒找到機會前 只能被射到天空地牢 而敵人的轟炸 又會讓立足點消失 跳著跳著 我們就直接摔死了 這關就是在考驗玩家的耐心 通過之後 對答案的時間到了 朋友你的推理 是不是就是真相呢 前方是 入侵我們的腦內 根據記憶黨 以及金馬力的口述 原來主角是一名超強的戰士 老婆被炸死之後 就跑到山上躲起來 婦女相約為命 過起了溫暖的小日子 女兒金馬力是天才 看到老爸又是因為 媽媽的死感到悲傷 就想說 把這段記憶刪除就好 居然開始把老爸的資料 備份在電腦裡 而他的研究 其實是國家的經濟 因為人格資料 可以拿來做成軍隊 足以顛覆世界 馬谷集團發現金馬力成果 就派人來搶 主角為了保護女兒 就掛掉了 馬谷集團使用人格資料 時發現 主角的審議中 一直有個山納比 導致物法順利執行任務 於是研究員 就改寫了主角的記憶 讓他以為被炸死了 其實是女兒 並且把山納比變成一個虛擬敵人 終於造出恐怖的戰爭機器 金馬力在人格資料被奪走之後 尋找多年 終於發現是馬谷集團在搞鬼 他寫出自己的山納比 輸入到一台好功人體內 為了讓爸爸的記憶恢復 金馬力的方法 就是跟主角玩隊長遊戲 他們曾經說法的 要展開大冒險 打敗大路程 跟正義女神合照 面對無法戰勝的怪物 還有搭火車 這就是我們這場戰鬥的真相 上天下海 就是要實現當年的約定 金馬力是如此努力 所以主角說出 機器人永遠無法成為真人使 他才會司空崩潰 在同次的幫助下 主角終於發現了真相 原來 他只是裝著在機械上的人格資料 但即使如此 他還是要去找金馬力 就從飛機上跳了下去 Sanabi 絕對是一款偉大的遊戲 主角一如反故地重回馬果市 從最底層 再度攻上最高層 在劇情的推動下 我真的激動萬分 金馬力你等著 我們一定去救你 只是 玩家的技術跟決心 都已經被遊戲拉到最高 一邊飛一邊激動 重逢的時刻 主角拿出了口琴 吹起了那一首 Sanabi 故事最核心的謎題 原來是父母之間的約定 在金馬力難過的時候 爸爸要用他吹一口琴 看到這裡 眼淚整個飆出來 主角真的全部想起來了 前面被亡虐 被光卡整 全部都值得了 只要是為了心愛的人 重跑一次地獄又如何 結局主角自我犧牲 阻止了爆炸 金馬力繼承了主角的一波 成為拉線飛來飛去的軍人 內心整個被救贖 超滿意 超安詳啊 謝謝朋友推薦Sanabi這個遊戲 它真的很難 甚至是噁心 過程中我罵了好幾次髒話 但劇情實在太完美太神 線索給得這麼明顯 但最後還是被他來個出其不意 以為是冰冷的科幻蝶包 居然是最脆裂的父母衝鋒戲碼 非常推薦 有劇室的朋友一定要玩 保證衛生紙用好幾包啊 來到所影響 這樣的出 Songs